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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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我是來自香港工程之學會 子團會的Horan 香港這個地方 小哥已經就是聽說它山多平地少 岩頭工程 可以為我們開岩更多可用的土地 為我們將來的發展 大廈基睬 今天我們非常之榮幸 可以招請到來自銀土分部的Anthony 為我們分享他的故事 Anthony 你好 請問為什麼你當初會再加入工程架 其實我從小就對科學有興趣 也會看一些發明家的一些傳記 那時候我就想 我會不會將來長大都可以做一些東西 去改變世界呢 到中學的時候我對力學都很有興趣 所以去到大學的時候就選擇了工程系 順理成章大學畢業之後就入了工程界 聽說岩土工程都分很多飯 你介不介意為大家講解一下有哪幾飯頭呢 而你自己的專業領域又是哪一飯呢 其實簡單來說 所有跟岩土有關的工程 都是岩土工程來的 例如有土地平整的工程 斜坡的鞏固工程 深層的滑掘工程 隧道工程 和地基工程 這些都是岩土工程的範疇 另外其實我們每做一個工程之前 我們都會做一些岩土的陷探 去找找那個地方的地質 由於我在公務試驗所都工作了一段較長的時間 所以我對於泥土和岩石的測試就較有熟悉 那以你的建議 你會怎樣建議我們工程主 去運用自己的專業 和一些創新科技 去從岩土爆的位置呢 其實岩土工程和其他工程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其他的工程 主要涉及的都是一些人造的物料 但是我們岩土工程要面對 就是一個大自然的環境 每個地方的地質和岩土的特性都會不同 我們很難去改變它們 相反我們是要想一下如何去認識它們 以及去適應它們 這個就是我們岩土工程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都聽過朋友說 岩土工程就算是工程界裏面 都是由一早二的 你會不會有什麼提示 可以分享給我們將來有興退入這一行的同學 其實岩土工程就涉及了很多理論的知識 亦都要相當多的經驗 才可以作出適當的專業判斷 所以考專業資格的時候 那個校生除了要匯備考核他的專業知識之外 還會要求他根據自己的經驗 作出在不同情況下的判斷 所以其實考生就要多些思考和多些發問 去嘗試明白每一個工程決定配合的原因 那你看回以前的自己 再看回現在的自己 你覺得你有沒有達成 成為工程之極初心 很幸運 我以往參加的一些項目 令我覺得我都真的帶到一些這樣的轉變出來 例如我在公務試驗所做的時候 我就發覺石子磚的測試量非常之多 而且傳統的石子磚測試 每一個護樣和測試的步驟 都需要用人手去做的 更加需要用人手去記錄測量的結果 所以當時我就想 我會不會可以做到一個自動化的系統 去做完整個石子磚測試的程序 這樣可以大幅提升效率 亦都可以避免人為出錯 或者發生意外的風險 所以我當時就找了一個研發機構 傾合作 大家一起想一下怎樣用一個最新的技術 去自動化整個石子磚測試的過程 最後我們都做了一個全世界第一套 覆蓋全個石子磚測試過程的自動系統 雖然這個系統未必稱得上是一些什麼發明 但是真是為香港的檢測業界帶來了一些轉變 所以我也非常之有滿足感 來到最後 你會不會有些什麼說話 可以跟我們這班年輕的工程主義講一講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其實我覺得年輕工程師最大的優勢 就是他們好像一張白紙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一些既定的想法 所以有很多豐富的想像力 可以用很多創新的方法 去想一下怎樣改善現在的做法 所以其實我也非常之鼓勵 我們年輕的工程師 運用這個自己的優勢 大膽去創新 嘗試不同方便 去改進現在的做法 其實雖然每一個嘗試未必 可以說一定是成功 但是一定可以拿到一些寶貝的經驗 令到自己距離成功又進一步 好多謝Anthony今天來貼著我們的訪問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